我見到大家還有很多疑問,其實有幾點我還可以回答大家 第一,為什麼開始強調拒絕陰點和自由競爭呢 其實是針對梁振英說的,不是拒絕陰點,是拒絕陰點梁振英 大家清楚嗎?梁振英要求陰點,他就拒絕陰點 因為他們覺得梁振英有兩大問題,他的性格做事作風問題 第一,就是挑起一些麻煩,挑起港獨和泛民的關係太過惡劣 和自由黨建制內部商界的關係太過惡劣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就不是習近平的政策 習近平希望團結香港多數的人,包括了溫和的繁民和商界在內 這個梁振英有兩大問題,第一,他和這些人的牙齒印太深了 第二,這班人如果因此和他死命作對的話,票數夠不夠都成問題 就算是票數夠,將來統治都很大問題,這不是習近平要的路線 所以拒絕陰點,就告訴梁振英,現在自由競爭 而你民望太差了,所以你就開始勸退他,但結果他不受勸退 結果是強硬勸退的 第二點就是,當要DQ梁振英的時候,很大的呼聲是曾俊華 無論在北京也好,香港也好,都很大的呼聲是反對曾俊華 他們在內部裏面,反對曾俊華的人就說,你既然想和泛民好些 想和商界好些,為何不用另一個人呢?不一定要用曾俊華 曾俊華這個人太可疑了,於是就反了葉劉出來 因為葉劉以前,在梁振英之前和泛民的關係都不錯,有談有講 他和李永達和很多人的關係都不錯,和自由黨的關係都不錯 這個人呢,所以他說是新的管治作風,林鄭是不是猛講 是新的管治作風,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他用另一種風格去統治這些人,會聽你們說話 不像梁振英那樣定我分明 在這一刻就決定了支持林鄭,而對莊曾的疑問是越來越大 因為他們意圖去勸對莊曾,因為恐怕莊曾扯走了商界的票 變成林鄭不夠票,而莊曾幾次都拒絕走那一刻 越來越懷疑,即是這個人原來是不聽人說的 大家明白嗎?所以搞到最後這個局面就是被迫要宣傳 被迫就是我們只是支持林鄭,但不是陰點 以及今天的報紙全部都不賣,為何全部都不賣呢? 因為恐怕如果陰點味很強,反而令到莊曾的民望激色 所有東西都是in place Anyway,我跟你說那套598元的套餐,因為含有稀有部分 我們這幾天就供應康山康宜的吉之島很忙,所以要20日才可以送貨 但你可以預早訂的,其實大量供應康宜,10隻牛只賣200套 你可以先下單的,好,多謝大家收看最新消息